好,各位,今天又見大家了 今天我用一個新的方式來做我的Planetation 主題是會介紹我怎樣和那些所謂 過去三十多年的大型工程研究 怎樣踏上那個關係 我這次主題就講了 好,我另一個方式和以前不同 我就會用PowerPoint跟大家講 你現在看到,我就開始分享這個PowerPoint給大家 這個題目,首先你看到我這個題目 可以這樣說,我如何開始我的工作研究生涯 或者做一些很簡單的背景 我就1992年,年初 過了農學生涯會內 我就進去城市大學工作 我都講過了,大學,尤其是早期工作很清難 沒有什麼行政要做 就要有個跟時間表上課 上課的課數也不太高 很多人可能會很羨慕 一個星期平均都是十個小時 有時候有些 一兩個星期就不用上課 因為我們不是一個人教一科 通常都兩個,甚至三個人教一科 那我個人就頂不順沉悶 每一做我都更辛苦 所以我就開始找一些做 那當時1992年,去到年中 已經有個新機場計劃 那時候在七六角做一個新機場 才明顯有多些東西可以看到 那時候我逐步來 甚至一開始我都不知道 什麼叫做機場工程 聽日都可以聽到 興建的新機場 那麼重要一回事 大家都知道 加上我不熟土木工程的東西 我是建築做一個背景 我的訓練是建築的 建樓啊 這個construction management 那邊就是我的訓練 不過當時又沒見過 那就試一下吧 試得來很有趣 那我就看看哪些地方可以去到 那我第一個去的地方呢 可以說是叫做三號幹事 三號幹事呢 當時其實在葵涌道那裡 葵涌道呢 現在你看到一個高架 沿著葵涌道 一直到最後 辦去去走彎那邊 然後過清衣 那那裡根本可以搭車都看到 那當時不知道的 就是進去地盤的 怕怕地 怕被人罵 不是怕什麼 那試一下進去 不過都原來沒有人理的 那 就是 又不敢說 要事越大膽 不過我覺得真的沒事 那當然自己的安全問題 是自己注意的 那也都同一時間 安全帽啊 那時候反光衣都不算很流行的 那我先買一件反光衣 那進去地盤 那 那 當時我也不是很多的 就是 還有很多很遙遠的 那 不如這樣 那我介紹 跟我這個程序開始了 我有六七個範圍呢 會講一講 後來會簡單給一些照片看一看 那我第一個參與 所謂我這個 去香港一些大型工程 開始研究呢 那研究其實簡單 我去的現場 那 什麼都知道都未必有的 那時候拿一些圖織啊 拿一些背景資料啊 又 對我來說 不是那麼容易啊 那 沒有他的 那去到 一邊走一邊看 不止去一次 那時候去都不知道什麼事 那我見到有一些 那些 那些工程 那些某些重要內容 那些細節當然 不清楚 也不需要清楚 因為我還是蠻觀地看完所有的東西 那這個是我的 開始 那當時呢 我們叫做興建的新機場 現在機場已經舊了 二十多年歷史了 建一個機場 如果你們有認識、聽過 一定會知道什麼叫十大機場的新工程 英文叫做Airport Core Project 因為只是做機場很用的 車入國裏造了機場 臨尾還有很多配套 這十樣東西就是配套了 就這樣讀一讀 機場本身固然要做 機場有很大的 包括撐了車入國島 然後填海填外面的土地 然後有機場大樓、跑道 或者相關的配套設施 這個關鍵 第二就是你怎麼去機場 所以叫做機鐵 機鐵順帶就做東沖線 機鐵要走哪個位置呢 一個新的高速公路叫做北大魚山幹線 那怎麼去大魚山呢 所以又要做青馬大橋 青馬大橋呢 原來講就是青魚幹線 然後去沿海大橋 搏又去大魚山 那裡才叫北大魚山發出公路 那九龍那裡沒有位置 那些高速公路 包括鐵路 機鐵那些東西 所以又要填海 那叫西九龍填海 那麼 西九龍填海 當時我都很難去的 其實要去不困難的 但是那時候不熟 又不知道會那麼適宜 那麼投入去跟這些東西 那時候我都嘗試一下 摸摸摸的 那我也可惜的 其實呢 如果當時我勤力一點 徹底一點 盡早跟 跟多一點 那這些位置都會更加深入 最少我可以拍到很多現場的照片 那拍照都當時很困難的 當時困難在於呢 我還會用菲林 用菲林的相機 那 那我也拍很多的 譬如每一次去出個旅程 我叫做 平均10銅菲林限地 10銅菲林是那些360多張 那麼說多不多說少不少 但是現在用Digital 可以一天出動 我拍一千張照片 就是 變成很多事後發覺到 原來 我當時都拍了一些照片做的紀錄 好了 說回 那麼 這個機場 就是九龍 去到新機場 都不足夠 所以香港那裏都要 香港中環 在一個深藏區 那所以呢 怎樣由香港過回九龍呢 由一個 西區海底隧道 這裏寫漏了字 什麼號幹線 三號幹線 那些幹線呢 當時 海維是有個 Lumbering System的 三號幹線現在都沒有變 都是叫三號幹線 意思呢 就是由西水開始 一路經西九 然後就入清衣 之後就丁九橋 大嵐隧道 去到元朗 這個這麼長的範圍呢 整體是說叫三號幹線 那當時呢 逐段來做的 當時就是做葵青那段 就是之後另一段叫做郊野公園段 那段就遲三兩年才全面落成 那裏就京丁九橋去了 那又是核心公園的一部份 那西九龍快速公路都是獨立一個 填了海 那那個捷公路都有頭尾四公里長的 那高價 那是不少的工程 那中環那邊呢 又是沒有位的 那你怎樣擺那條鐵路啊 機鐵 或者叫做香港站 中環站是舊的角度線 所以填海呢 東方的用途 其實最主要就是做安放這個機鐵站 之後那些陸續發展就後一回事 比如IFC 五個兩旗 這些空間都是用這個填海造 產生的土地 那還有一個就是東涌新市 當時在九零年代初期 東涌真是一個漁村 那時候我去過 那時候去行山 那時候八零年代尾 都不知道原來以後那裏 會做一個新機場 那行山去過東涌 真是一個漁村 那這些十樣加起來呢 就是叫做十大機場下新工程 還有有了這十年之後呢 那機場呢 真是可以全面運作到 那時候沿著這些邊緣發展 譬如西九田海呢 那現在越起越多的建設 那這個當然是這個規劃的後延步伐 那接著給一些照片給大家看而已 就是不會給大家看的 就是時間有限 那一個新機場 那當時呢 這個位置呢 那現在的Cursor 指著這個位置呢 或者來到這裏的 那個七六郭島呢 那麼大呢 那七六郭島基本上是一個石山 那之後就產平了九成多的七六郭島 那留下那些小塊 那些小塊你看到綠色這裡 就專門是留下 因為那裏可以對機場的噪音有些幫助 因為聲音呢 一遇到的實物 它就穿過不了 或者將那個聲音 就是隔了很大的比例 那二來也不斷地有些叫做 綠化 像這個那麼大的一個新人工島 那我第一次去出國 那個現場呢 是差不多九五年了 九五年年中 那之後 那當時填海那些呢 就我去不了 因為當時很難去 那些工人呢 就由屯門碼頭那裏搭船過來的 每天都有 比如說我懶得 就是一早就在香港住 去到條圓碼頭 我都五點多鐘起床 我沒試過 那 講到這裡還有點有趣 我毫獨有偶 在九六、九七左右 我認識了一個攝影師 那個攝影師是日本人 那當時很多的工程都是日本公司做的 那去一鄉里的 日本公司 那加上都要是要有些紀錄的 就是做些攝影啊 做些紀錄 那這樣呢 可以留一個底 那之後大家都不知道 有記憶了 就是九零年代打口呢 日本經濟大衰退 那加上香港的大型工程都完了 那這個日本攝影師呢 就 他都不肯香港 他都回到日本 那我跟他都開始熟熟地 去到九七那些時間 那他 他認很多時候 他跟那些日本公司 比如出入角度啊 那些聯言公司啊 有些日本公司做 那那時候青木啊 那這些 他們的鄉里里 那所有的攝影都給他做 做一套紀錄 那那些攝影呢 他就不是在地盤裡拍的 地盤拍的 你拍不了很多的 而且他看的東西很難很全面 他用直升機拍的 那全部的費用 當然 他會收回那些日本公司 那 那 我當時認識他呢 他就開始給一些硬照 你拿張照 那些8R相 5R相 那些硬照 那 最後呢 他走了 他就離開 那我跟他說 你這些資料 是不是給到我啊 那 他說沒有數位 我都給你了 那 那 他說都 象徵式收這些費用 那他收我五千元 他把所有 他有的紀錄 給我 那紀錄是什麼呢 硬照 不要說了 硬照 數以萬計啊 我當時租了一個 貨幣去運的 那 其二呢 還叫菲林 他數以千張的菲林 那些 一三五菲林 那 就 我都看不到哪些 他給了我 他給了我 全部裝袖 還有啊 還有Videos 用那些Beta 那類的 高質素的 攝錄方式 那些 拍電影啊 電視台 用Beta那些的 那些VSR 忘記做了 就是 現在都沒有用的 那些大的了 Anyway 都給了我 那 尤其我都很麻煩 那些相片就OK 但是我要分他也要分 那所以我 用了很多時間 將他這些資料 整理了 它掃了 有部份菲林 我只掃了 那時候很便宜 因為當時香港 那些經濟比較差 有時候沙士的時間 2003年 各行各業都冷冷清清 那我認識一間 拍照片 那他沒什麼生意 那我叫他掃了 10元掃了 10元掃了一張菲林 10元 就是36張 那其實很划算的 我心裡時候問 10元一張菲林 一個36張的菲林 就是30元 那我當時掃了幾千罰 當時我有些預算 因為我有些研究費 都OK 幸好是這樣 但是也不幸 當時我有一部份掃的菲林 那些細胞很大 5、6MB一張 還有那時那些電腦的儲存量很低 那一張那些卡 幾百個MB 1GB的都很少 我試過買記憶卡 兩GB 六百元一張 就是當時 就是講 千禧年代早期的時候 那所以 最後我叫他和我壓縮 不要給我那麽高度 那壓縮到 幾百個K 五百個K 二、三百個K 那時候 事後化到 原來上個RESOLUX很低 但是我只有那種照片 因為當時我不是那麽做 那時候開始就 看高一點 那這個 講一講 這個是我一個很重要的經歷 另外現在 基本上我索的照片 我都有索的 因為我早期 有接近十年的時間 或者八年的時間 我從來用菲林拍照 那麽菲林拍照 那麽菲林拍照 那麽我那時候都最少了五蝦 有些甚至八蝦 那麽要三蝦 沒意思就不用穿 那麽 那麽我覺得 那麽全部基本上呢 都是找那個拍照表 那麽我激進去 那麽 那麽 那麽這些資源呢 很珍貴,我不能只看過,我拍照,而且我做了一個Soft Copy 好,沒時間說了,這張航空相,就是日本的朋友裡面的資料 中環天海,我十大日深公子都不會講完,每一個位置抽點來講,一張半張相就算了 當時是這樣的,這個大家認得了,最少交易廣場那些地方你還認得了 甚至過馬頭人也看到,這裡不解釋下去了 青蛙大橋,這些都是日本朋友的航拍 這個已經很後期,通過車的,這個階段已經 但是整個過程都跟著,甚至那個橋頂,就是青蛙大橋有兩個橋塔 那個塔頂我都上過去,當時是建造的,事後就上不了 政府管制都很嚴重的,安排不到上去,沒可能安排到上去 這張照片是東沖新市鎮,當時原來是這樣的 這兩條橋,大家都有些印象 其中一條橋就是基鐵那條,就是小一點的那條,基鐵那條橋 沒有時間說,西九田我是,西九田我是航拍 多謝我的日本朋友 不過都叫多謝,當時我給了五千元,買了所有東西 包括版權,沒所謂,隨便用吧 因為他都離開香港,沒時間解釋,續一張照片 第二個系列呢,就是前後五六年,機場是延遲了 原本希望1997年7月1日回歸那天,最少那天要用得 因為江澤民來香港,一定搭飛機來,希望他向新機場降降 遲了一年零七日,即是1998年7月8日才開放 然後結束之後,政府也有些計劃 結束了很多公司,很多工人,沒什麼事做,那又不行 那種正如的動力呢,通常都會一個有合同計劃的政府 會懂得的,即是跟著再做一些事情 那做什麼呢?就做鐵路的其中一個接觸的 那當時1998年差不多那些鐵路的合約已經推出的 早期就有三個差不多同時進行的 一前一後,就相差半年到又推出另一個 那三個就是,最早應該是將軍澳市 可能半年後就西鐵那個合約推出 有可能半年鬆一點大陸呢 就馬鞍山鐵路 那之後,好像同一時間又不能推出太多 因為工程界接納不了那麼多工程 工人啊,這些都是有,即是不能夠crush在一起的 那,吞鬆動一些,那既然有羅馬洲之事 所以由上水斬呢,可以去羅馬洲 這樣就對應回大陸那邊,黃岡那邊 之後,又完了沒多久呢?其實還有一些的 好像那個,九龍南延線 那這裡我沒事了,因為零碎我就算了 那九龍南延線呢,就是,其實它最終呢 希望由紅磡站,可以駁回去西鐵 那現在灌了屯馬線,封了 那當時分了幾個階段的 第一個階段呢,就是由紅磡站駁回去尖東站 那,然後再遲幾年之後呢 尖東站駁回去南昌站 因為西鐵是南昌站開始 那麼中途就加了一個站叫做 俄士甸站 那這些零碎我都沒有寫下來 還有一個就是的士尼線 那些零碎我沒有寫了 那麼,又是南昌幾年後呢 就開始做南港島線 南港島線,就是最後去到 鴨利州、尼東村、海宜那邊 那麼南港島線,其實還有一個西線 西線是經香港U、博芙林那邊去 那現在都沒有時間表 那麼,沒有多久之後呢 又推出西港線 所以現在呢,以前上環就是總站 那麼,之後現在可以去到西湖站 大學站,既然地城站 那麼,西港線 那麼,高鐵,大家都清楚了 然後,沙中線 沙中線,現在都全面通車了 可以去到金鐘了,總站 那麼,叫做歸納那些線路 那麼,不斷給一些照片看 這裡是荃灣,西鐵 荃灣西站 因為荃灣又沒有位置 那麼,怎麼做西鐵 那麼,所以填海 你看到這裡呢 那個荃灣要道,你看到 那麼,在旁邊那塊土地是填回來的 那麼,都不斷給大家一張照片 那麼,那個地鐵站呢 就向那個Cursor指著這裡 那麼,這個照片也是我拍的 我,就是,做這些考察也好 我去到地方,我到處找的 那麼,這裡,我問那個管理處 叫什麼,我忘記了 那叫什麼,我忘記了 那叫什麼,海濱花園 我問那個管理處 他又給我上,給我上天台 那天台 我久不久都上 當時我隔了 大半年,我就上一上去 那麼,影落一些進毒 那麼,這裡我只是給了一張照片看 那,這裡呢 就是將軍路線 你看到兩個站那裡的 前面這個呢 就是,右下角這個呢 就是,條鏡靚站 這一邊這個,這個大洞呢 就是,中間澳站 再,這裡踏過去呢 就是,坑後,移出去 那麼,當時呢,這裡還沒填完海 那樣想,是我拍的 我在山上拍的 嗯,這些村,現在都入了房 現在的景象 嗯,從這裡 這是歷史照片來的 拍的時間應該是 1999年上啦 那,現在這裡是一個新年貌 歷史照片來的 啊,這個呢 就是,馬鞍山鐵路 這個站應該是恆安站啊 那,馬鐵呢 就,地面 全廣地面 一小折啊 啊,在地 I mean 在離地的 啊,高架的 馬鐵,基本上全部高架 除了一折啊 啊,在這個 石門去大水坑那一折呢 不夠公里長啊 就貼著地面走的 啊,高鐵啊 啊,這些場面 就是,當時私工 我高鐵又跟得很清楚 跟了五年六年那樣 啊,就,啊 啊,裡面我很仔細的 很多位都拍了很多照啊 嗯,還有做這個,這個 這個站 這個Terminal,Terminal Building 很精彩 尤其是你看這個湖形 那裡是一個大鋼架 很,很複雜 那,這個又給大家看看 那,這個呢 南港線 這裏就是海洋公園 我前面呢 去到美校 你看到一些,有些棚架的東西 那裏就是 海洋公園站 那,講,南港線呢 就簡單一點的 一來去扣三卡車 都沒有人駕駛 那,所以這條鐵路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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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小一點的 啊,就是你見這裏呢 不太闊 你不要以為是行人天橋 這條就是 南港島線的,啊,路軌來的 啊,現在還沒有安裝路軌 當然 好了,那,之後呢 啊,差不多同期 那部份差不多同期啊 那,因為不能夠同時間 政府推出太多太多的工程 啊,這些情況都曾經試過 比如說,早 六七年前,七八年前 啊,那時高鐵都在做著 啊,西港市都在做著啊 很多大型工程都在做著啊 啊,那,令到那個 那個人手很缺乏啊 那些價錢都很貴啊 啊,因為大家都搶人啊 啊,見到公司落價都不優俗 我手袖都好啊,工程做 那,要用什麼,就是減便宜減賤 那麼,落個標啊 那,這個都是一個後遺跡 那,現在質素都麻利 那些東西,大家都趕工啊 啊,那,那,我強調千禧年啊 啊,那哎,那是我提อ к master 的,那個年份 那,那個年份 啊,那,這個年份 那,那,那時,呢 那......雄碧妖道 那,那 Imperial 沒明白 那,那時候E Guild 現在的,那時候 comprised in 1998 年那時候 FUCKING THIR set 嗯,那ожно 那一頓呢 就是收聽市場 那是收聽市場 那一道二十 financial 那麽奶橋、丁九橋都是三個幹線 前後十年左右 尤其去到元朗那邊差不多十年之後 這個丁九橋、大安隧道都要時間做 然後就一個叫八號幹線 八號幹線呢 就是你上網去Highway的部政署 你會找到那些幹線的Lumbering 中文叫Lumbering 那些幹線是給個名字 用Lumber 一號、二號、三號、四號、五號 八號幹線呢 其實就由這個差不多上水那邊 一路去到七六角 當然有這個早期已經做了 比如當時在千多年以上 2001、2012年之間開始 就由沙田呢 落回去青衣交回 青衣交回 就是青馬那邊 還在青衣 還沒入青馬橋 那段呢 就當時我全程跟著 那段很精彩的 因為它臨到尾呢 就經過猴子山 又由這個美孚一路下去 之後又做了大橋 那裡大橋 叫做偶船洲大橋 那這裡一路 同一條新隧道 一條南灣隧道 就是青衣島那裡 過了偶船洲大橋 那裡怎麼去到青馬交回 又做了一條隧道 而且那裡是郊野公園 那裡是水塘區 水塘區那裡 那裡叫做 Catchman Area 那裡的雜水區 環保要求很高 那裡前陸跟了六七年 那另外也有些新的形式 例如一些環保標準 最重要是經過雜水區 那裡是九龍水塘 那裡是石禮貝水塘 那裡全部都是雜水區 好了 那還有一個 很多人都沒有留意的 都很精彩 就是青山公路 和屯門公路的擴建工程 尤其是青山公路擴建 因為當時有什麼事 循環公路塞車 還有意外 那不要緊 去下面青山公路走 但青山公路是一些 有幾十年 近一百年歷史的舊路 還有三勢很難擴闊的 所以這麼多十年以來 根本香港政府 中不了擴闊 所以滴氣心肝 去到二十二千年 二零零二年 就開始分斷 將青山公路由 柴灣角 柴灣角就是 這個 荃灣那邊 一直搏到大南那邊 細節我不說了 讓你知道 我也跟了這些 然後就 港深西部通道 就是從虎地那邊 一直有條高速 屈過去 下村那邊 然後去後海灣 然後最後就去 深圳那邊的關口 包括有條大橋 向這個後海灣那裡通過去 然後就另一個很大的工程 很複雜 就是中環灣仔要動 中環灣仔要動 中環灣仔要動 由這個 中環灣那邊 或者港澳馬路 走過一些 一直 一直在那個 中環填海的地底 一直去到差不多 北角的頭才出來 將來 中間當然也有些 支路出來 但那不是關鍵 最終點 由這個 中環 一直去到 城市花園那邊 那 港澳大橋大家都認識 因為比較新鮮的 那 那 那 港澳大橋也挺有趣 如果前二十年前通過了 車 就不太可激了 那時候,哇,朱三角的貨運多少,來香港都不停 胡英雙合作那邊,胡英雙在80年代已經推出了計劃 但是沒有回應,當然政府要推出這件事,一定是政府 政府都流流流流,當決定去做 當然跟深圳、珠海那邊的商議,那些都不說了 其實撇離了深圳,不去深圳,深圳都很生氣,只是出不了聲 但是後來決定去做,這工程限定要八九年 好,結束了,甚至這個工程應該在2011年已經開工了 那時候香港的貨運已經很明顯一直減弱了 深圳的那些大產島、鹽田那些全部都很成熟的 那些貨櫃晚航,那香港就開始釋味 當它通車時間,通車時間是2018年年尾 就是沒有記錯,就是很大機會 那時候已經釋味了,香港已經十名以外了 就是在全世界的貨運排名來的 就是在有沒有20年前,18年前,香港是排第一的 持續了五、六年左右 那時候就是千禧年的時間 那當通車之後呢,已經零零星星的貨運數量 那之後再疫情,那更加不說了 那當然,而long run 都有一些作用 因為對這個粵西,即是說了西部的那個聯繫 是透過廣州大橋,現在會暢順很多 不過都很難說,因為中國同一時間發展 譬如中國橫經、零丁洋 早前有虎門大橋,然後有虎門二橋 現在有一個叫做中心高速公路 就是由中山去到深圳,走快都通車,就中山崩路 那所以廣州大橋的那個作用,或者影響力 已經是大打折扣了 那這個香港,就是失勢的先機 那有一個更加新的,就是 將軍澳藍田的隧道 因為舊將軍澳藍田的隧道,人都失車,失路七彩 那現在張澳也陸續有些發展,包括現在這個湘康城那邊 那所以就做,已經五年多前 已經開工做這個新隧道 就由這個東隧出口附近 就是一個入口,東隧出口,旁邊做一個隧道入口 那隧道有一個交互操鋪集 那最後呢,向潮頂嶺那邊出回來 那一邊就回到張澳新市裏面 另一邊就直去日出康城 那這些主要,還有零碎碎的都不特別講了 那我這裏又跟了,到現在都沒有停 現在張軍澳這條新隧道,我都久一久都要去看 一定要去看 那這個呢,都是那個日本攝影師的照片 用直升機的營 那這個現在已經建了樓了 這個以前就叫做紅磡灣田外 那新土地,這張照片應該是1996、1997之間 那另外國際刀匯這邊,紅磡、火車站 旁邊就是一堆炸妝,現在的國際刀匯 那這裏呢 先喝一口水 你看到丁舊橋 丁舊橋的通貨車,有沒有叫下去 那下面呢,隱約看到,那些樹下面呢 這裏就是舊青山公路 舊青山公路很窄的 這邊是山,那邊是海啊 所以擴闊呢,不得了 所以開了這幅山 這幅山開了兩年,有刀 那我就上去上面,拍了這張照片 就很難得 有時候很徹底的 我當然研究的工程呢 爬高爬低啊 上山下鄉啊 我都盡量會去 那這裏就是深西高速 就是這裏後海灣來的 這張照片一直直去就是深圳那邊了 那不多說了,沒時間了 這裏是白鋼幹線 白鋼幹線呢,就後面下,你隱約看到呢 那個岸泉州大橋 岸泉州大橋是斜拉橋的 那去這個位置有很重要的交換 交換叫做交換 那這裏很重要的交換 因為下面有九號貨物碼 那譬如在深圳一路過來 有那裏過河要很快 8號幹線 那但是呢 那深圳有什麽用呢 其中有很多貨櫃的 那就可以用有交換 下回九號貨物碼 然後直去那裏呢 那個隧道叫南灣隧道 那背後呢 都看不到呢 就叫青馬交換 駁入青馬大橋那邊 那這個港珠大橋 那除此之外呢 我另外一個看得比較 很廣泛而已 就是十年 這些 現在說回頭 限定十幾二十年前開始的了 那這裏比較大型 有幾個我拿出來講講而已 那譬如采雲一個 一個 西方Mation 英文叫做 政府的工程合約呢 叫寫著 Troy Wain 西方Mation 那應該是2005年左右 就再早一點就開工了 那那塊地呢 就是由采雲村或者平石後面的那一塊山呢 以前有一個小石崗牆 一直去到呢 陶大花園附近 那 一做這些限定五六年 那後期呢就開始建屋了 那另外一個呢就更加大型很多的 就是安特神的 那個石崗牆 那石崗牆呢就 就是有個 有個 有個 contract 跟他簽了一約 開發到什麼時候呢 那那最後呢 我特別再跟他續約 繼續 就是 運作這個石崗牆 賣一些石而已 那裡全部都石 香港周圍的山都是石 而且大陸的石都很漂亮 那之後去到2010 或者2012左右 就陸續有些石崗牆呢 就到期 那開始不同的續約 那當時我印象中呢 有 最少兩個石崗牆 一個就派安 派一些人 因為做石屎的嘛 甚至有一個石屎廠 那那裡我又跟了前後七八年限地 之後就建樓 另一個就是水泉澳 水泉澳就在鋒穿沙田 綁穿 那裡對上也那麼多 那個我就跟得不太多 也有跟過一下 不算多 那其他也有些 跟建樓有關 譬如有些建樓 根本做一個很大的西貨美術 譬如我最近跟著一個合作中心第二期 那彎就在那裡 彎就是周圍的山 那他根本做了三年 西貨美術 就是有一個位置開始建樓 而且在建樓時間 另外一些地方還在做第二期的西貨美術 那anyway 這個又一些 就是我 集中有跟進的 一些代表性項目 還有一些照片來看 那這個呢就是 就是 是 是 彩雲 隱約看到彩雲村這邊 我置著Cursor 就是彩雲村 平石川人 引藥在下面看到 那這裏藍色的那些已經是同大花園 那區不太大了 大家也看到了 那這個就是 是Handerson Anderson 其中一條路的 這裏隱約看到一條舊路 因為當時去那些石礦場 都一定要有車輛 現在還有一些大型的 運泥車 那這條路很窄 那那些運泥車 運石車又不是那麽繁忙的 所以都應付到 那這兩個就是石礦場 這邊和這邊 那現在我出來之後呢 那其實研究是分最少兩期的 那這裏下面呢 已經在2010年左右分幾段去做 上面那些石礦場呢 當時都還在運作中 那所以原則在這裏 這裏引就開始起樓 那這些石礦場呢 都陸續交出來 那現在都一路再撿一撿 都要撿的 撿很多東西的 就是仍然是有西方巡船的工作要做 那這張照片應該都 七年前的下地 那現在都建了樓 那這裏上面都有部份都在建樓 那那這裏我就說 大型的建築工程 這裏就是合作中生第二期 那這片山坡 有一個慢慢開回來的 曾經的山坡又落到這裏 那他做這個位置 我替著他做 後來五至三年 因為前期呢那些 操作整整整都用了一年又多 因為裏面有很多 很多舊的結構 那些舊的石牆 舊的路啊 這裏隱約建築樓啊 這些灣仔這些區呢 是超過一百年歷史的 其中也都有一個 古老建築的 這裏隱約 見到 有一個藍僱台 那個叫藍僱台 是一個20年代的建築 好了 那海市工程啊 那我們都跟進海市工程 不斷地講一些代表性一點 那麼 中環灣仔填海呢 我看都算多 因為我住灣仔 2003年呢 已經 差不多2002年呢 那時候又拆天聖碼頭啊 拆幕後仲 拆碼頭啊 那時候已經是在做的 那有些司法覆核 那些細節都不說了 那最重要呢 當時我有一個學生 學生裏面做 那這個學生跟我關係很好 他經常帶我去 想要給很多資料給我 給一些相片啊 航拍 航拍的相片啊 甚至那些 那些租名 司工程 他用整個檔案給我 用一些PDF 有些司工程啊 以前就hard copy ACO A1 size 你給我都不知道怎麼擺 但是現在呢 舊人都用PDF 那整套檔案給了我 但我都沒有用 不過看了那麼多啊 我已經不需要那些 那麼細的細節 那另外一個是九號貨人晚後 九號貨人晚後 九號貨人晚後 我都講過了呢 當時兩千年左右 就要填外的 用稱這個填外 填了一塊土地出來呢 做九號貨人晚後 那其他很多大型基建呢 都有填外相關工作 譬如我講西鐵的全灣西斬 因為全灣西斬那裏 做那麼多有的 叫做全灣西填外工程 那裏又做了之後 所以做鐵路都有填外 剛才說中海浩線也是啦 剛才有一張照片看到呢 一路邊填外 一條鐵路 就是 某程度慢慢走過去啊 譬如說這個 張均澳地鐵站呢 就是填外填回來的 跳鈴鐵站就不是 填外填在陸地裏面 或者有一些大型基建呢 他又不是填外填 而是做一些海上的支援工作 譬如說到深圳西部公路 那他一截的空橋呢 在喉外灣做的 那當時他搭了一個 臨時的工作道路 在喉外灣裏面 一路通出去那條橋那裏 你不是那個海裏面做事的 那裏面就直接去洗了 我猜到當時來講都 可能僅了一億的 他做了一條臨時橋 那麼 臨尾還要炒 所以一億呢 我推上了 應該差不多 雖然說差不多20年前 那這些都是一些 大型基建相關的海事工作 那田海就是這裏 這裏中環田海 中環田海分了三期 那這裏第一期是最早的 當時這裏呢就做 機場核心工程 我講的就是做這裏 那這裏第二期 因為以前是 其實是天馬船奧 那是第二期 那這裏呢第三期 那這裏第三期 那這裏第三期 其中一個主要理由呢 就是做中環灣製耀道 或者沙中線 這幅土地在裏面 藏了兩個地底很重要的基建 一個就是沙中線 一個就是中環灣製耀道 剩下的土地呢就沒有什麼用的 因為底下有兩個這麼重要的東西 垃圾的位置 你地面做不到太多東西 這裏就有些用途 這裏就拍了 拍了 即是準備拍的 好像還沒收回錶 這裏會建一座很大型 好像類似IFC的一個 一個雙下建築 一個綜合建築 那其他這些土地呢 你都見到 現在是海濱公園一部份 那這裏 這個天馬總部 政府總部大樓呢 這裏走出來 很多人都走過 是一個綠化區 這個舊號碼樓的填外 那這裏就拍了一張照 有一部份不是填 後面是填 黃色的那裏是填 那這裏呢那個Burther 那個泊位 那個貨櫃啊 處理貨櫃啊 那這裏呢 這些水是深的 填外填不到這麼深 即是做不到一個這麼深的海域 所以呢 這裏用打樁 做一個平台的做啞 伸出去呢 出到外面的水深就深一點 這裏就是我所說的 深圳西部灣通道 那這裏是後藝灣 這裏就是我所說的南氏橋 那些高架天橋都沒做 那這裏是 正在做一條 一條跨海橋 這裏就是青山公路擴闊的 以前青山公路呢 來到這裏是大嵐的 走進去 大嵐的灣出回來 那裏就有時間走啦 所以擴闊之後呢 其中一個去做一條橋由這一邊 駁過我後面的大嵐 這裏還是青龍頭 當我青龍頭那裏 那當然我都會看上一些 大型的樓房建設啦 就是因為我本身是做建築 那這些有代表性 當時我都看得很深入 比如有一成 匯展中心啊 就是1997年 移交移息 就在匯展中心 那時候江澤民啊 查理肖洪子都來啊 匯展中心 那當然不止一期 跟著第二期抗建啦 我也有看 那中環中心啦 松安中心啦 郭金啦 朗紅方我都很深入看過 那其他一些很私人的樓宇發展 或者一些商業的樓宇發展 這些 這些私人 未必那麼大型的 比如松安中心 那些大型的一些商業啦 那這些零碎碎我都有提 但是看這些樓宇呢 困難很多 就不像以前 以前呢 很有趣沒有人理的 就是去到九年年代啊 甚至去到 早期千禧年啊 二零 千禧年之二千年代後一點點啦 那時候很隨便的 進去都沒有人理 甚至我認識一些朋友 其他學生 那譬如國際金融中心就是 IFC2 就是高一點的座 那一開始那個學生帶我進去 因為我裏面做的 所以我的學生已經三十幾歲了 不是說剛剛畢業的那些學生 那他不僅僅帶我進去 還給了很多資料啊 他拍了一些照片啊 一些progress report啊 給我 甚至有一些圖籍 一些PDF 他都給一些我啊 那最後他就跟我說 哎呀我不帶你自己走啊 那我就更加更加好啊 就是又不用煩了 我自己在什麼地方周圍供供供 就是講的世界當時這麼簡單啊 那事後呢就不太行 就是無謂啦 有門口有閘口 那你要我去做爆竊呢 就是這麼麻煩 所以我現在私人那些都沒什麼特別 跟得很深入 除了合國中心 合國中心 我有些機緣巧合 我定期的很深入去跟快 因爲我合國做過的 二十幾年前啊 那就是這樣就看到照片了啊 不要聲音了 電話 什麼動作我不聽了 OK 看回這些照片了 這裏是重工中心 這裏是IFC2 不斷給大家看一兩張照片 做個交代而已 這裏是會戰的 都是我認的 我會戰原友的那個啦 原友那邊有兩間酒店的平台 在酒店平台那裏拍過 那裏是飛南營 那這裏是Gateway 港威 中港城行的那裏都是中港城 天聖碼頭 這裏是我的遠海運打的 這裏我也有跟 但是不是很深入去 我不是很遲 那裏是朗浩芳 朗浩芳那時 我也經常去的 那裏仍然屬於霧染雞籠的階段 沒有人理會你 進去 那我當然戴上黑戴啊 那時開始都 反光衣都穿了 那裏仍然屬於霧染的 那這個在那個高 就是IFC有三個東西 一個office building 就58層高 另外我拍下去的高的就是酒店 然後底下的就是商場 那除此之外呢 我也看很多國內的發展 就 亦都是在千多年 直接2000年 甚至是1998年 那開始很深入地 國內都跟到的工程 因為國內很多發展的 很精彩的 那這幾個是我的重點 廣州 上海 北京 重慶 深圳 那其他那些一線城市我經常去 譬如天津啊 武漢啊 廈門啊 成都西安啊 蘇州啊 就是大大廈說 就是 所有一線城市 我都盡量去 但是有時候有些跟不了那麼多 甚至連這個什麼 龜洋 龜洋我都 就是曾經試度去跟 因為龜洋很多人看的 Anyway 那這裏又是我的系列 那給大家一些照片看 這裏是上海 我遲些會上海 最少用一輯資料 集中用YouTube的形式 介入上海 上海細博 那這裏是廣州 這裏是廣州的一個 新中族線 廣州我都可以獨立做一個YouTube 這裏都是廣州 中族線呢 其實都很精彩的 這裏都隱約看到 這裏是小山 這裏就是中信大廈 廣州在90年代建的一個很高的建築 這裏下面的Cursor 指著那裏就是廣州東站 那這裏是一條中族線 南北中族線 那就是叫做廣州新中族 那這裏我沒時間講 我遲些要獨立一輯講廣州 再介紹一下 那這個時間是2007年 做到2010年那裏 因為一期一期會發展下去 那現在這個成為一個 廣州的中央商務區 很精彩 有地下街有地下城 廣州的地下城很厲害 那這裏都是廣州的 那個中族線 這個另外一個中族線 向南望 剛才是向北望 那這些細節我遲些再講 那這裏都是上海 那上海很多精彩的看 我們我們向香港 就是看不到這類東西的 那其中一些 我遲些再講 這個保育個案 這個是一個倉庫 倉庫有什麼保育啊 那竟然很精彩 下面這個同一座建築物來的 現在做了一個飯店 一個很高端的飯店 不過營運有問題 有一次去結業了 因為沒有生意 所以活化也好 活化我也是講的 遲些YouTube也可以講活化 重建 上海 就是 我看了很多這些重建過程 就是有時有些稀訓 那麼 上海很多 很有歷史價值的建築 比如這些這樣的樓 這叫石庫門 當然不是特別漂亮 但是呢 是一個歷史建築 而且是很廣泛的 上海 差不多曾經有一半的人口 即是說 九零年代或以前 上海一半的人口 都住在這類的房子 即是如果 戰前 解放前 解放初期後 那這些是 大部分上海人的生活區來的 那不同的層面 這張是重慶 重慶都是一個 受殖民影響很深的一個區域 所以這裡有一些 殖民色彩建築 那麼細節不說 這裡都是重慶 重慶的基建很正常 因為重慶有山城 還有有長江 嘉寧江的交匯位 土地 根本沒有平地 香港 其實香港島是沒有平地的 現在你看到很多平地的 草田來荷田回來 九龍就多少是平地 重慶呢 一小遍平地也沒有了 假設 有的都是 河的一個彎位 一些堆積圖 但是它很密集的 重慶的建設 那麼 下面的照片看到 旁邊就叫做 嘉寧江 他的家匯位 這邊是長江 這邊是嘉寧江 好了 我這次介紹 我們叫做第一輯 題目就是 我如何開始工程研究生涯 我由 你假設是1993年 開始很禮真地看 而且越踩越深 因爲開始沒有經驗 走 初半認識一下 十年後呢 我又 開始認識很多 原來工程 有這麼多 這樣的 精妙之處 雖然我是建築出身 但是我做地盤不是做很多年 很多時候我做一些 物業管理啊 或者有些機構做 比如我在東南三院的物業部做過的 我在理工學院的物業部做過 那已經離開了一個所謂地盤 就是一個建築公司的角度去看問題的一個經驗 但是這裡我重拾了很多東西 那之後就 工程現在越做越複雜 越做越大規模 那 我 跟這個過程呢 我自己學了很多很多東西 就是 除了設計之外 不如條數怎麼算啊 地基夠不夠力啊 用哪個 formula 去Divide這個 這個structure的演算啊 我不懂 因為我不是那邊的訓練 但是對施工的部分呢 我很自信 我都半個專家 因為施工沒有絕對答案 你怎麼起這個棋 怎麼做這個sive formation 或者掌握用哪種技術去執行工作 沒有絕對 必然的答案 很多都可以 就是從經驗啊 向現場的考慮啊 去推斷 或者建議一個solution 我 這方面 我都自信 我有很充足的經驗啊 因為 看的事實 很多 時間問題呢 我這次差不多了 這個系列呢 是一個新開始 這次啊 好啦 遲些再找其他題目 跟大家再見面啊 啊 好 那我停 首先是停分享 我現在用Zoom來做Youtube 我現在用Zoom來做Youtube 我把這個紀錄放上Youtube 不用做剪接 那有個朋友教我 那這樣 化到好用 那時候 只是拿著手機 啊 手機錄影 啊 啊 我又不懂剪接詞啊 還沒學到 那剪接有點軟件啊 也有些複雜性 以後我用什麼方式 我鼓勵大家 接觸機會多很多的 好啦 再見啦